哈啰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熊 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收费品的人了 我刚承包一件这个废楼吧 所有东西都归我处理 现在我来到二楼 我们看一下有些什么东西 这些窗户 盘部要裁掉 这些都是钱啊 但是这些东西好像不太 不太好搞 别忙了 那么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呢 其实我收获了很多 各种非常没用的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密码箱 密码箱是在一个柜子里 然后上面盖着很多的报纸 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很纯 里面应该是有很多东西的 这个橙色 嘎嘎星有没有 一开始只有一层灰层 然后我稍微插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特别的型啊 但是呢这是一个密码箱 看这个座风啊 你看这里 这个走线多么的整齐 往这也是传牛皮的应该 但是它是有密码的 那么我希望呢 好 来点好东西啊 那虽然有点不太现实 好东西呢 可能老早就给别人给带走了啊 那么来研究一下这个密码箱 这里 有两排数字啊 我凑一下数字吧 我先直接 这些最简单的13456T 来试试看啊 其实呢这个东西用暴力 是很容易解开的 但是我又有点不太想 因为这个箱子 毕竟你看 实实在这看着是质量不错的 那里面有没有东西呢 这就不一定 所以 我们再试试看 不行 那么一边边试啊 我们先 就每个数字都转 因为它有六个数字 所以说 这个组合方式最起码有了上百万种 所以说 先试试最简单吧 一边先试好 诶 诶 诶 000 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先确定一个数字 然后另外一个数字也定着 再就转第三个数字 就这样子车了大概十几分钟 我终于用三个零打开了一个 那这边是三个零 这边莫非也是三个零 我们试试看啊 诶 诶 完了完了 完了 三个零不行 这边三个零不行 我一直试你也不行对吧 我准备用我的小工具来撬开它了 我们先来尝试一下 用这个起子给它撬开 其实你过来看一下 这里很松哦 很简单 特别的简单 这就是用力撬它就不可能开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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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边的结构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插销 它只要把这个插销 拨动 老虎起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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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 这个包里面有钱吗 也多一个文件 包里面 并没有钱 哎 还有个档 还有个带 这个是 哎 镜头 哇 这有个佳能的镜头 这是什么镜头 感觉还可以啊 镜头感觉好像有用的 哇 这给我赚到 哭啊 这个镜头最起码 上几个钱吗 不是特别懂啊 这是一个什么 全新的 这个是 车铃啊 我自己你敢拐 鱼 鱼 我知道 这是钓鱼的那个东西 收线的这个是 这东西很厉害 这东西应该很贵吧 这个东西好 如果有观众朋友们知道 这东西价格的话 可以底下评论告诉我一下 没了吗 珠宝 珠宝 这鲜巨宝 哇 有一个黑不溜球的鱼 镯子 但是好像给我太小了一点 这个东西应该也很贵吧 而且放到这个珠宝盒子里的 没了吗 哎 这上面还有吗 哎 还可以淹吗 哎 果真是一个扑克牌 这女孩还是一个楼盘的扑克牌 这女孩还是一个楼盘的扑克牌 那两个照片 照片就是给大家看了 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的 这个可能是她的亲戚 先帮你打个打 摩托罗拉翻盖机 而且可以拉长 就是这个铁线了 怎么回事 后面没有电池了 可能这个东西对主能有的相当大的意义 所以说它放得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档案带吧 档案带里果真有钱 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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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 七毛钱 这应该都是些没用的档案了 全是电费 哇 我的天 这里有商品房买卖合同 哇 这个主人买房的证明了吗 不过这个好像 应该是做被没用的东西吧 不然的话不可能说是那个 要戴着的 好了 这没什么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农律证书 这个是什么农律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什么同志 被誉为2015年的 先进工作者 这是街道发达 然后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哇 这有点东西啊 看看看看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结算单 看一下拆迁花了多少钱 搞错了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拆迁到底 能够赔多少钱啊 看一下这个总结的款式 二十几万 这有个九万还有个八万七千一百 安置房够两套 250平米 不光是给钱 还有给这个房子啊 所以说浙江的这个经济啊 还是挺厉害的 你加拆迁了你就原地起飞 这里又一个七千多 还有一个一万零八十四块八 怎么那么多啊 哎哟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东西就看了 这应该都是些已经用掉的文件啊 所以说他可能就在那里 这不要看啊 越看越差 我家怎么没有拆迁呢 好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点有什么东西 什么义务教育 有个学生证 这个男的 2000年 哇这个学生证太久了吧 住院清单 哇这个应该最起码有个几十年以上了 看下 都发黄了 门诊住院的病例 这个购车的东西要找 还有这个银行的回单 职业资格证 农与证书又一本 还有个欠条 金借某某某 人民币五千元者 五千块钱的借条 没了没了没了 就这些东西 虽然我这个箱子已经坏了 但是收获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最有用的东西了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挺值钱的 那其他这些东西呢 哦还有一个这个首次 黄金有价有价 这个这个桌子 最起码几百块 上千块钱可以买 其他东西都不怎么值钱 因为哪有我们没用 我们只是看看人家 拆迁配好几套房子 然后用那么多钱 那本次视频就在这 喜欢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 关注哦 拜拜